在下方喷上粗俗髒话 紧接着尊贵的维多利亚女王半身 像被倒上稀饭 随后更是直接被淋上裹酱 抗议者对着镜头说出宣言 另一位同伙子继续欺负维多利亚女王像 让路过民众纷纷侧目 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凯文格罗夫艺术博物馆 最新沦为博物馆抗议的目标 时装周近来也成为受害者 最新被扫的巴黎时装周秀场 突然冲入动爆团体人士 直接走上伸展台抗议 高举植物皮万岁的标语 一旁被扫和贝克汉及孩子们见状 只能无奈苦笑 类似事件近年层出不穷 今年二月末内名画遭抗议人士 婆唐之 一月还有巴黎罗夫公正馆之宝 蒙娜丽莎被婆唐之 去年年底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 近前的维纳斯名画 前方玻璃窗被敲出几个大洞 还有二零二二年十月 相同地点的饭骨知名系列画作 向日葵也受到番茄糖洗礼 仔细听这些号称环保气候食物 人权斗士的抗议言论 往往缺乏民权目标和诉求 只剩下激烈手段 似乎是打着环保人权旗帜 对各类艺术品胡作非为 遭遇引起许多民众反感 下期新闻也会转报道